政治现场也要来职集 要来参选立委的艺人余美人 他现在是以无党籍的身份 在中正万华区请走基层 而这回跟他一起来拜票的 还包括了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而他跟民众党之间的关系 也算是相对亲密的 而这个部分也被民进党的立委参选人 吴佩义来大开嘲讽 说都是在攻读声跑行程 而余美人今天也做出反击 一席白色衬衫牛仔长裤 亲切笑容热情和贪商寒暄 无党籍立委参选人余美人 到南门中继市场拜票 民众相挺纷纷抢着握手合影 站在他旁边的是前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不可以把这个中继市场再多保留两年 让这个东门市场可以的贪商可以进驻 然后才可以控出这个东门市场 把它这个改建完毕 和黄珊珊里面相同 想给民众更安全的市场环境 余美人请跑地方摆回里长接地气 却被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台北市议员吴佩义 暗酸很少看到余美人 都是攻读声在跑行程 我真的是觉得说好的不学学坏的 是怎么这么政治性的语言 不应该在这么年轻的一个参政者再讲出来 又回到原来的这种选举操弄 余美人也反手为攻 反过来止于无配意 思想不住 只是附和中央 我们不反对完整的编列教育预算 但是这个钱 它不是民进党出的 它是国家的预算 日前传出国民党高层 要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 无条件投降 身旁情硬债谈的黄珊珊 被问到侯科配的可能性 态度坚定 如果大家要合作 应该是保留一个 至少有一定的善意 就像两岸之间要保持善意 如果合作是要叫人家五条件同效 这个善意我是看不太出来 原本传出民众党立委参选人邱成远 有意愿选台北市中正万华区 不过民众党为了挺余美人 让邱成远转战新北市中和 获得白银支持 只是余美人不披民众党战袍 坚持以无党籍参选 将争取更多政党之外的选票 在2024公下立委席次 记者江海玲 姚家鼎综合报道